短谢为主,波段为辅,祝点赞者爆撰 大家好,我是乐天 明街股神你知道哪一些? 哪一位才是你心目中的明街股神? 是总舵主徐翔,还是张蒙主? 亦或是投资十年才悟到的情绪大师曹雾养家呢? 梦想在上,孤独在下 做投资这条路是接拦的 我们需要股市偶像的信仰 在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达到积雪 才能鼓起勇气继续向前 今天和大家说说长线投资眼眶的问题 在A股市场说到价值投资都逃不开 九神茅台的走势 现实中,现在要抢一届正品茅台都很难 有钱有食都很难买到货 想喝,那是蓝上加蓝 朋友们,现在家里有几瓶茅台的 我想都是土豪了 家里有茅台的朋友在评论区可以打三个九 我们回到A股市场 现在茅台股价是2178元 买一手都要20多万 A股市场70%的投资者一手都买不起 现实中有一位明洁股神从茅台上市就接地买入不断定投阶值持有 这位明洁股神就是林云 9日他在贵州茅台股东大会上自爆 他从茅台上市不久就开始买茅台 从来没有卖过 现在他个人持有2%的茅台股份 茅台的资产在他个人总资产的40% 周五,茅台的总市值是2.74万亿 简单换算一下 明月大师2%茅台股份 价值大约548亿 那么他的个人净资产就差不多1400亿 这就是价值投资野光的核心体系 很多人也都参与过茅台 但是能一直持有的却是寥寥无几 那么林云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们一起简单来看一看 林云这个人是个男人 58岁陕西人 1989年他嫌8000元入股市 当时的8000元相当于现在的50万左右 也是有点资本的 到现在一累计身家1400亿 30年间 重使股市泄雨腥风 一身素衣的林云依旧所向拼命 大言于世 大家尊其为中国名阶的股神 网络上这样评价他 在多少人葬身充满暗胶和血胎的中国古坏时 林云却从没有亏过一分钱 当很多人靠赌博和投机 妄想一夜暴富的时候 林云却仅靠两条腿和一个会算账的脑子 稳稳的大把大把的赚钱 对于名阶股神的这个称呼 林云有自己的看法 他说我对自己的定位 就是这个全世界第一的行业宏观策略师 这个有点高达上了 是吧 在林云看来成功 不过是看准了行业 以及选对了进入行业的时机 大方向保准了 在这个方向里选准确定最高的投资 那就对了 林云有自己选股的甜欲 乐天认为最重要的就一点 选自己熟悉的行业 这个熟悉 不光针对的是长线 也是中线 波段 甚至是短线超短 做自己看得懂的 看不懂的 你就果断的放弃 即使看不懂的大掌 你也要克制内心的冲动 就比如你现在已经有家事了 那么你现在还有点小财富 身边有漂亮的小妹妹 你再怎么动心 你都要忍住 又比如现在短线启动拉伸一波 回调到时日均线 有支撑就反弹 这种方法的概率非常大 你就可以果断的进行满安 接下道理大家都懂 但是难在做不到 当自己能看到做到 那么就稳定盈利了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对于第一次听歌的朋友 可以关注乐天 后面会有更多的技术干货 和大家分享 同时也可以收藏 转发本视频 反复的一个学习 认真的思考 对提升自己的操作能力 会有大的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